加沙地區的戰火已持續了6個月 停火談判一直陷入疆局 路透社報導 以色列和哈馬斯 週日在開羅進行停火談判 喀塔爾、埃及及美國都有代表出席 不過哈馬斯高層官員 巴拉卡在會後向路透社指 拒絕埃及方面提出以色列的最新提議 以色列部分軍隊 由加沙南部撤出一天後 內塔尼亞湖週日在耶路撒冷表示 他收到一份開羅談判相關的詳細回報 並強調以色列方面一直努力實現目標 首先最重要的是令所有人質獲釋 然後徹底戰勝哈馬斯 內塔尼亞湖指 以色列要取得勝利就需要進入拉法 並消滅那裡的恐怖主義大本營 那已經有一個實行一期 拉法是巴勒斯坦平民 在加沙的最後避難所 超過一百萬人 迫在這個南部城市 缺乏食物、水資源和住所 同時以色列指 拉法也是哈馬斯最後的重要堡壘 外國政府和組織敦促以色列 不要攻擊拉法 以免造成大屠殺悲劇